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地区道路边的行道树基本上都是生命力比较顽强的树种 而在农村地区的很多人家都喜欢在庭院里种植一些果树 或者是观赏价值比较高的花树等等 别者小时候一直在农村长大 那时候爷爷奶奶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桃子树 桂花树 橘子树等等 一来是这些树长大之后并不是特别茂盛 二来是树上结出的果实能够用来哄小孩子开心 别看家家户户都喜欢种树 但并非所有的树都适合种在庭院里面 对于房前屋树能够种植的树 古人还特意总结出了很多的相关俗语 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后人什么树适合种在庭院里 比如这句 院中有五树子孙一之父 他的意思就是说 若是在庭院里种植下面这五种树 子孙后代就会采运哄通 具体是哪五种树木呢 古人经验之谈 教友们不妨一起往下看看 一石榴树 院中五树第一树便是石榴树 东流经西是银早已是众而相传的名言了 意思就是说房屋的东边种石榴 西边种柿子 家里就会多金多银变得非常富有 可见石榴树多么的受人喜欢 石榴树对于生长环境来说并不是非常的挑剔 能够轻易存活下来 而且它非常具有观赏性 深受大家喜爱 除了生存能力强 长得具有观赏性 火红的石榴花也是非常漂亮的 当石榴开花挂满之头的时候 让人感觉到热情洋溢 红红火火 非常喜人 石榴花漂亮 成熟后的石榴果更是有价值 它们不仅硕大鲜红 看起来非常可爱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可口 是大家都喜欢的水果 除了这一系列观赏食用价值之外 石榴果还有一个特别的寓意 石榴果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果实 也就是子 而对于极旧讲究传宗接代的中国人来说 多子的寓意其实非常的好 寓意着多子多福 从这一层面来看 石榴便有了更加美好的寓意 于是大家便将石榴树放入院中武树中 希望家庭美满 子孙一直富有 二 柿子树 东流经西世营其实就已经说明了 柿子树在农村中的地位了 柿子树在古代被称为七爵树 何为七爵呢 一爵为兽艺 二爵为多阴 三爵为无鸟巢 四爵为无虫 五爵为无双叶可玩 六爵为家石 七爵为枝叶肥大 有这么多好处的柿子树 自然会受到农村家庭的欢迎了 柿子树对环境不挑剔 生命力适应性都非常强 而且柿子成熟后 红彤彤的挂在树上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大气 给人一种非常富责的感觉 柿子树寓意吉祥 事事如意 心想事成 各种关于柿子成语 充分体现了古人对柿子的喜爱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古人将柿子放入院中无数之一 希望收获幸福 子孙富有 三 银杏 栽下黄金树引得财富来 意思就是院子当中若是种了一棵黄金树 那么财富就会自然而然的来临 这同样也是因为黄金树本身就有着金黄的颜色 颇有招财的意思 种在院子里面肯定是非常吉利的 但是如今想要找到一棵黄金树 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不过有一种说是能够替代黄金树的 那就是银杏树 银杏树非常珍贵 长得也比较慢 所以成为了树木当中的大熊猫 越为珍贵的东西便越稀少 所以银杏树能够成为代替黄金树的一个物种 它自然也是格外稀少的 不过银杏叶的稀少却体现出了它的弥足珍贵 它的外观特别漂亮 十分具有观赏性 若是能够种植在院子当中 就能够让院子里的光景看上去特别漂亮 还能够有效地改善家里的环境 到了秋天 叶子变成金黄色 看上去就像是黄金一般 寓意特别的好 因此古人认为 家中种上黄金树或者银杏树 对子孙的财富会有很正面而积极的意义 很多高校都会种植很多银杏树 每当秋天的时候都会是绝美的风景 银杏树不仅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并且它们也很少受到病虫害的侵扰 还是比较好养活 再者就是它的果实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是中药里很重要的一味药 因为银杏叶的颜色和黄金的颜色很像 所以古人认为银杏树能够给家中带来财运 所以古人将银杏树化为院前五树 希望能够帮助子孙富有 四枣树 门前种双枣 穷神不打扰 枣树也是农村常见的树木之一 农村中有许多俗语都是和枣有关 所谓一日三颗枣 健康永不老 便是因为古人认为 枣子不仅美味 而且营养价值高 而陶三姓四零五年 枣树当年就卖钱 则说明了枣树的经济价值 其实还要远超于 陶树 姓树和黎树 能为大家带来财富 除了这些实用价值 枣树还被人们赋予了枣的意思 农村结婚的时候 新辈子的四个角 大家都喜欢放上几颗大红枣 寓意着枣生贵子 同样枣子还有早日发财 早日发家的美好寓意 可见大家是多么的喜欢枣树 五 桂花树 提起桂花树 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桂花香 每到八月 家门口的桂花散发出清香 让人神清气爽 心情愉悦 桂花不仅有观赏价值 实用价值其实也不低 桂花可以制作成桂花茶 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桂花也可以入药 有散寒破解 化坛止咳的作用 同时桂花也可做成酒 有妇女幸福酒的称号 当然除了这些实用价值 桂花作为我国的传统式大名花 还有很好的寓意 所谓桂花树门前 贵人立门内 家门前种植桂花 寓意着家里能人贵人辈出 因此古人将桂花 列入院中武术中 希望借此图个吉利 帮助子孙富有 家庭美满 俗语 院中有武术 子孙一只腹中的武术 其实指的是石榴树 柿子树 银杏树 草树 桂花树 这些树木不仅使用价值高 而且富有美好的寓意 所以深受人们喜爱 大家希望图个吉利 将这些树木 种植于院中 帮助家庭更加和谐 美满 帮助子孙更加有成就 更加富有 所以总结出了 这么一句俗语 但是中国地大物博 各地的风俗习惯 和民间传说并不太相同 所以有一些地方的锁中树木 可能和我理解的不太一样 不过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 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道理 只是过去农民 在对自然认知条件 比较恶劣的情况下 对于生活的一种 美好向往和祝愿 其实不管庭院前 种植什么树木 只要管理得当的话 都能够给家庭生活 增添一丝不一样的风景 但是如果庭院前 种植果树特别高大 而且没有经过精心管理的话 也可能给家庭带来一些灾难 比如说树太大了 导致房里经常遭到太阳 出现阴暗潮湿的情况 而且树根很容易钻到地基底下 造成地基不稳 另外一旦遭遇大风雷电天气 还容易引起火灾 或者树木砸到屋顶 和人员的安全隐患 所以这句话的理解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不能作为一种科学道理来解释 只能是民间传说 和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上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意见 或者建议 欢迎您在下面留言评论 说说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